好,題目立體2 要求我把這個展開 然後我們要找出x3次y2次方向的係數 在二項式這個單元裡面 我們一定要記住一個東西 叫做一般式 因為它展開來 每一項都長得像這樣的形式 怎麼樣形式來 Cn取R 這個5 C5取R 然後呢 2x的5減R次方 跟負y的R次方 注意正負號也要考慮進去 那我們其實很簡單 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做什麼 數字移到左邊 數字移到左邊 符號移到右邊去 什麼意思呢 請看我做 這個2是數字 x是符號 所以我們把2的5減R次方 跟x的5減R次方 我們把它分開 右手邊也是一樣 負y的R次方 那就是負1的R次方 跟y的R次方 把它分開來 好,數字 數字 通通推到前面去 C5取 欸,寫錯了 C5取R 好,C5取R 2的5減R 跟負1的R次 右手邊是符號 x的5減R 跟y的R次 這邊是數字 這邊是符號 今天要我求 x3 y的2 也就是說呢 x5減R 要是3次方 所以5減R要是3次 也就是說R要是2次 對不對 那R是2次的話 我把它帶回去啊 前面不就是我的係數了嗎 所以這邊我的係數就是 C5取2 2的5減2次 負1的2次 計算一下來 C5取2是10 5減2是3 所以2的3次方是8 乘以負1的平方是1 所以是80 也就是說這個展開之後 x3次y2次相的係數 就是80